排队人潮绕了好大一圈 就在车站里排成了大大的佛字形 有穿制服赶着要上课的学生 也有背着公示包要上班的通行族 却统统在闸门之前塞成一大团 光是要出站至少要等上五分钟 到底怎么一回事 实际来到台铁屏东站 看看这里的TPass通道 已经一出只有两道民众要逼卡 却要先等人潮骚化 就是因为正值先锋时刻 只是一卡在手没有畅行无阻 要是天天都上演大牌长龙的景象 那真的太困扰 不少人都希望 当然是希望可以多挣扎 希望多一点 很方便大家 在这礼拜的星期五之前 会来那个增设 那个四台的TPass的那个刷卡机 遇上开取考验 刷卡机少使用量大 让通勤组卡住深陷排队人潮 华市新闻众外小新井 玉林屏东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